其實我平常很少買東西的 但是我來到日本的Outlet 看到那個價錢 看到那個折扣 不買好像對不起自己 那我們再繼續逛下去 有什麼便宜的東西可以買 穿起來蠻好看的 今天就買這一件了 這個台幣才真的都不會心疼 這一件雪衣 太便宜了 馬上買了一個新包包 馬上用 大家好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現在日本國際旅遊已經打開了 大家來到日本是不是一定要買爆它呢 那大家想要逛街呢 一定會來到日本的Outlet 在北海道有兩個Outlet 一個就是新千歲的LeraOutlet 我之前已經有拍過 那另外一個就是雜幌市民比較常來的 就是在北廣島的山景Outlet 大家都說 日本的Outlet才是真正的Outlet 剛好今天山景Outlet有在做特價 那我就用這一集來拍一下它的價錢 是不是日本的Outlet才是真正的Outlet呢 那我們這一集就繼續看下去吧 最近日本在推旅遊的補助 所以日本人都出來晚了 看這個Outlet在禮拜天 人山人海的 落益不絕 因為大家的期待率看起來還算不錯 然後這個Outlet有 一樓跟二樓 然後一樓這邊呢有一些名牌 比如說 Coach Unhill Berry 都是一些名牌 然後二樓呢 幾乎都是一些戶外的運動品 比如說這個Montbell跟Timberlent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外館 然後有一些運動品牌 比如說Nike啊 Oakery 然後全部都是室內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蠻大的美食街啊 有賣章魚燒 然後還有這個不搭洞 還有一些拉麵 有地質區拉麵 咖哩飯 湯咖哩 北海道美食幾乎都有了 然後還有這個珍珠奶茶 算是一個非常便利的Outlet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 Outdoor的聽證 我非常推薦來日本買 那這一雙才一萬三千兩百塊 這個是JGOMI 外國人還可以再退稅 退罰他 折合台幣大約三千塊 像這種樣子 在台灣很高賣到 四千五千都可以 喜歡聽個人的 來日本一定不要錯過 像這個金錢款的 扣完稅應該台幣就三千塊而已 這雙也蠻漂亮的 也非常的輕 然後如果來到北光島 想買一些滑雪的 這個雪衣雪兔很推薦這一家 大家有這個決算的Sale 買兩件50% 四件60% 非常的便宜 我都常常來這家買雪衣 就是這一家我常常來買我的滑雪背包啊 滑雪袋 滑雪衣 褲子 很長都是這一家的 馬上就找到一件雪衣 在打三折喔 三折下來呢 再乘以台幣的匯率喔 這一件大約台幣兩千五 然後這一件的防水係數有到四十五K 蠻高的 很多都只有十K而已 有沒有 穿起來蠻好看的 今天就買這一件了 折合台幣才兩千五 真的都不會心疼的 這一件雪衣 這件的防水 打三折呢 之後折合台幣呢 剛算了一下 折合台幣喔 1716 有夠便宜的 然後我看上這個黑色的包包喔 它本來是打 這個 716 因為呢 我剛有買一件雪衣 所以它可以達到五折 所以這個只要五千日幣 換算台幣呢 只要一千一百塊 超便宜的 我又要買了 帽子打四折 兩千九 太便宜了 馬上買了一個新包包 馬上用 這個包包太舊太舊了 換掉換一個新包 我這個人就是 即時行的啦 買了就馬上用 然後把這個 舊的包包 給它丟掉了 我媽看我這樣丟東西 應該會罵我 檢查完畢 OK啦 直接丟掉了 我媽看我這樣丟東西 應該會罵我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即時行呢 打開這個包包裡面呢 內層還蠻多的耶 我剛剛買的時候都沒有看 價錢便宜就下手了 蠻多玄機的 不錯不錯 原來這邊還有一個小袋子啊 買的時候都沒注意 好棒喔 其實我平常很少買東西的 但是我來到日本的OLED啊 看到那個價錢 看到那個折扣啊 不買好像對不起自己 然後我們再繼續逛下去喔 有什麼便宜的東西可以買 逛街真的是讓人家很開心 而且會消除壓力 然後這邊有在賣這個 薩薩的這個素血鍋耶 50% 哇 哇 兩萬 兩千五百 這裡有在賣雙人排的鍋具喔 啊 這一個 五十四%我賣 一萬一日幣 這個 三鍋煮 四十二%我賣 八千八 好 這是Levis 買兩件 是一萬日幣 然後Coach的折扣也滿到喔 他是先對折之後呢 再七五折 Gag這邊是打六折 喔 再買兩件才有 這一件 一萬兩千九百 再打六折喔 男生的卡吉布是 四千九百九十塊日幣 買兩件 打六折喔 差不多三千日幣 折合台幣大約六百六十塊 這一間可以有在賣小孩的 差不多八千塊日幣 再打六折 四千八日幣 差不多一千塊台幣出 我看到這個行李箱 六十percent off 一萬三千兩百日幣 好特別 然後在這個外箱可以打開 我覺得出國這個蠻方便的 雖然Size有點小 這邊就可以放一些 比如說錢包啊 護照 很方便 Size是50公升的 然後這個折合台幣是 兩千九百塊 那如果你是來 十公方簽證入境的 你還可以再退稅喔 然後又買了一個 可以插在這個 旅行箱上面的一個包包 還有蠻常出差的 每次電腦都放在這個 行李箱裡面 空間都會佔到 然後買這個 這個包包是七千塊日幣左右 那只要乘以0.22就是台幣了 自己換算了 整組兩萬日幣 折合台幣是四千次左右 然後呢 你們還可以退稅喔 因為我住在這邊 所以我沒辦法退稅 這邊也有蒙貝喔 不過全日本的蒙貝喔 都不讓大家退稅的 不過價錢可能 比你在台灣買還便宜許多 這邊也有一家 Seven喔 逛內的可以買一些飲料跟餅班 以及咖啡 也可以ATM領錢 我也買了差不多了 那我就 找一下美食街 有什麼好吃的 這邊美食街的選擇非常多 然後這邊有 地址區拉麵 我很喜歡這家拉麵店 然後有在賣韓國菜 還有在賣炸豬排 咖哩飯 然後這邊有一家 好像湯咖哩的店 然後這邊有在賣 食聖代廣的名物 豚凍 那要吃豚凍呢 一定要來看一下 他的廚房 是不是直火炭烤的 我在outlet裡面 他不是用直火炭烤的 其實我之前有吃過啦 其實也蠻好吃的 也有這家由西米 在賣洋食的 安保也有很多種選擇 前面就是日本很有名的 燒魚燒眼鎖店 你看很多人在排隊 餐廳的開始 今天真是收貨滿滿的也埋了一些戰利品 然後呢也吃到我最愛吃的豚凍喔 那這個北光島的山景奧呢 也在雜謊是其實有付費的消透法子喔 那費用也付高 我會把這個山景奧類的這個中文官網 放在我的說明欄喔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喔 我是北海盜女婿 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現在這邊就有雪衣在打七折喔 七折 不是七折講錯 三折講錯 現在就有雪衣在打三折 三折講錯 東西舊的就是要買新的啊 這茶完畢